大家好,来看一下韩国演员车银悠 他是97年3月30号出生在荆棘道 白养桌 先看一下命局 新今生在卯月坐下胃土 日干偏落 春天是目望火象 时辰的话 我看了一下韩国这边 他们用的是午时 中午 为什么用午时呢 应该是用桃花来判断的 刚好建了桃花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好 而且是财又是无火妄想 桃花妄美 他从事的是演员 演艺界的人士 要有桃花 再加上桃花也会让人 更加漂亮一点 更有魅力吧 从长相来看的话 确实蛮好看的 可能比一般的女性 更加的秀气一些 用午时桃花的话 也确实有道理 桃花的话是所谓的 有吸引力 不管男的女的都喜欢 这个意思 所以他的粉丝就多 看一下这边就有四千多万了 确实不得了 很少见的 回到真命局来讲 用午时的话 其实稍微是有力的 怎么办呢 用水来治这个火 所以一直以来的运都不错 尤其是2014 2015年 应该是2015年开始吧 以未年 明显的转折 这个是代表是北方水地 一直以来的运都可以 而且是心经 鬼毛为金箔金 金代表声音 所以当歌手 其实主持人这一类会比较好一些 当然他主要可能现在是演员吧 那可能多方面发展吧 那其实最适合的是这个歌手啊 主持人呢 包括因为其实他也代表的是这个运动员业类的 又是白羊座嘛 白羊代表领头羊 敢为能先 正当第一 这么一个意思 看一下过往的吧 虽然都看过了 这边显示说是14年出道啊 15年出演什么网剧 白羊的光像亮丽呗 因为早些年走的是这个乐营嘛 乐营因为刚好是上官 以水为用 所以治上这个气沙的话 那代表上官代表秀气 谢秀人的这个创作力呀 当然肯定是聪明的了 学习能力都不错 这个也毋庸置疑 挺好 14年啊 开始出道 然后显示的时候都是各 每年来都是风光 无限啊 各个表演 剧 什么节目都非常的多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名字好像原名是叫李东明 为什么叫这个淫忧呢 因为刚才讲了嘛 韩国他们也是很相信这种的 很相信的 那名字嘛 汉字来讲的话 以五行为金嘛 以为土圣经望向 挺好啊 这个 然后再结合这个 他的塔罗命盘呢 是一张教皇 教皇 下面是两个教宗啊 或者说信仰者啊 因为现在话来讲就是所谓粉丝啊 一般来讲 命令 就是所谓塔罗命盘是教皇的 这种 演员 歌手啊 这种会特别的受欢迎 就所谓粉丝多吧 因为教皇的话就是 有自己的 主见 有自己的这个 主张 而且受人喜欢 下面是粉丝吧 这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歌迷也好啊 影迷也好啊 受欢迎啊 不管男女老幼啊 都喜欢啊 这么意思 所以 有演员 演员歌手 这个来讲的话 确实蛮好的 比较适合于从事这种 这种 不一定是这个演员了 就算是其他的当老师也很好 这个意思 好 再看一下这个发展吧 如果按五十来讲的话呢 这个踩在十度 那肯定晚啊 婚恋起来来的晚 那确实啊 如果说他很早就结婚 可能别人就悲伤了 那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是假青年 按理说啊 因为这个只成半河水局 同时假木又是财 在那边妻子啊 不是说结婚啊 代表容易恋爱 而且是容易被别人所知道的 有的可能说是 是夏里啊 暗地里啊 很多年啊 才能够自肖 但这个的话 一旦他谈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 因为这个假木嘛 那会不会有结果 没有啊 因为这个是在 性仇运上 仇为充嘛 但按理说 在今年会容易谈吧 换个角度来讲 五火望向 他要去生这个印嘛 印代表什么 他的事业 或者说他的这个演出啊 各种节目啊 在节目上 今年会更上一层楼 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这个 举办什么演唱会啦 各种节目啊 会更加的多一点 更加的广泛一些 受众更加的多一些 这个意思啊 没问题啊 明年 2025年 幻孕 进入庚子 这个感情肯定是来得晚的 或者说婚姻来得晚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 至于说 事业方面 疑惑啊 呃 丁火 本身也代表说 便能看得到的啊 广为人知啊 那不就是这个 演艺界吗 啊 这么一个情形 2025年怎么样呢 2025年是疑似啊 2026年变武 最不好的 或者说最糟糕吧 应该是在2026年啊 知武冲 武武自行啊 吴为何 所以最不好的 应该是在2026年啊 这么一个情形 这个不好 那都可能指的是 在工作当中吧 或者说 尤其是在名望 或者说名声方面 受点影响 2026特资啊 今年呢 今年不错哦 今年很好啊 吴为何 代表按理说呢 这个 有恋爱的一种倾向 好像可讲的也比较少 只是 看到他演的这个 电视剧 美丽世界吧 新世界什么 蛮好看 所以就讲了一下吧 希望他顺利吧 今年 今年怎么样 今年很好啊 尤其是在春天 现在就是春天嘛 就现阶段就不错 可能这各种 这个演出啊 节目啊 都会比较的多 那 而且比较平安 那不就是比较顺利吗 好吧 就 讲到这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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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